水腿很難展示 我們在做甚麼? 插冷牠 1、2、3 有水,有水 放回牠 走 走 走到後腿 好了,儀式完成了 我們開始 清潔口臉 你一隻蛇丟 不是叉紅水還是漂白水 好,多謝各位 多謝各位的儀式 雖然簡單,但很隆重 表示了我們的決心 走後一點 大家都認同 這間檔案出來 我們有沒有新聞報 有 我要 多謝各位新聞界的朋友 我們民建聯過去都非常關注 我們地區的衛生和專結 其實我們民建聯也有一個傳統的 以前我們基本上每間一段時間 都做一做衛生黑點的大公報 但是以前來說 我們每一次公佈完這些黑點 政府雖然有做一些工作 但是未必能夠可以辭之以恆 特區政府也都在指定部局裡面 特別提到 將全城清潔大行毒行常化 然而我也都未見到它 有很大的成功的工作 過去一年民建聯在立法會也好 或者地區的議員萬事處也好 甚至是地區幹事衛地區服務的朋友也好 都受到很多街坊的投訴 說過去一年地區衛生確實是差了 例如鼠環問題嚴重了 例如前陣子做了一些建築廢料的條例 徵廢 令到建築廢料隨階棄 這些問題 不是叫廢單車 單車維泊 行為也非常嚴重 甚至有報價單車已經是不再開的了 放了半年都沒有人收拾 這些問題都非常嚴重 當然了 我們最傳統的垃圾站 垃圾站裡面 很多垃圾在外面 也都沒有人收 甚至政府可能就是那個時間點 不是定時定刻 就是因為定時定刻 就未必配合到地區需求 令到地區的衛生非常之差 甚至我個人來說 作為漁龍界議員 甚至我們都見到很多的野豬 野豬甚至爬開一些垃圾袋 然後吃第一層 野狗吃第二層 老鼠蟑螂吃第三層 我們覺得也都年近歲晚了 應該要是洗垃圾的時候 我們民建聯再次組織起我們的清潔 關注地區清潔和衛生的朋友 聚集這裡 再和各位公眾公佈一下 我們今次的衛生黑點公佈的大行動 我們民建聯 今次通過我們十八區的地區 民建聯的地區環市區等等 收集了他們不同舉報的衛生黑點 一共有141個 今次的 我總結了回來之後 法國和我們民建聯過去幾次的一些模式 或者是趨勢也有不同 今次明顯是多了一些鼠環的特別地點 也都有建築廢料的地點 相比我們以前的衛生黑點公佈 就是純粹是垃圾比較多 是有明顯的不同的 特區政府在未來的日子 可能會推廢物徵廢 廢物徵廢的話 我們民建聯也都非常關注 可能會引起更多的違法棄置垃圾運動 違法棄置垃圾的問題出現 所以我們今次希望通過今次的活動 警醒特區政府 促請他加大資源力度去做這些問題 我們今次的清潔大運動 是否只是一次呢 不是一次的 我們在未來日子會和 謝詠順議員 陳恆議員 作為今次活動的大隊長 聯同地區局局委的社會幹事 分成四個小組 有四個不同的活動去努力跟進 第一個當然是鼠環 第二個就是建築廢料 第三個就是維帕的單車 第四個是什麼 四點一路 四點一路 是四點一路 也是搞得滿城寬雨的 四點一路 所以希望通過不同的焦點活動 帶出社會不同的問題 聚焦集中力量 去一個一個解決問題 陳恆議員非常之好 第一個就引領了 將來會繼續跟進建築肺的問題 謝詠順 著力跟進於鼠環 借著這個時候 我希望介紹一下我們旁邊幾位的朋友 待會我傳個麥克風 你說說你的地區和你的名字 好不好 還未需要先介紹你地區的衛生 黑點的問題 好不好 到他講的時候 順便介紹一下好不好 好 我將時間交給陳恆議員 各位朋友 我們這一身的裝束 請賀俊議員幫我拿著 這一身的裝束 其實我們有一些武器在手 但是我們地區的國學市議員 我們是沒有武器在手的 我們可以做的就是提醒政府 在他做這些清潔的時候 一定要注意 我們這次 剛才賀俊議員說到 我們的建築肺料多了 但是不代表其他的問題少了 其他問題因為這麼多 還有更多建築肺料的問題 事實上建築肺料征肺之後 就出現在各區 大街小巷 都是有一堆二堆這些 建築肺料 阻礙了行人通道不再講 最大問題是 骯髒骯髒 因為一堆了之後 是有一段頗長的時間 才會有人來清 如果將來 我們廢物征肺 都可能會好像建築肺料 那樣 隨街扔 那就很大件事 所以這些不良於行的政策 我們都要特別留意 特別小心去處理 那我不講那麼多 請一下信講 好 今天我們以這一身造型 當然是希望 將那些垃圾山 老鼠 鼠壞問題 一起去解決 今天除了我們三個 也有十八區的兄弟姊妹 過去跟我們一樣 很關心環境衛生的問題 等一會 就會請他們出來 逐個為我們說 當然我除了關心 建築肺料 亦都是關心鼠環和四電一路 先講四電一路 即是現在呢 那些雪櫃和洗衣機 周圍都是 我們那天 和陳隆傑 在這個區裏 都數到不少 即是那些放在那裡 垃圾垃圾 垃圾附近 就當是已經丟了 那是非常不理想的 所以一定要 認真去處理 那四電一路的問題 另外呢 鼠環 我們收到一些投訴 老鼠 一晚 一晚 十幾隻老鼠捉了十幾隻 都有這些情況 那我相信 每個兄弟 都有這些個案 那我們希望 就和大家一起跟進 可以解決 令到香港更加環境更加好 好 那我們下一個部分 交給各位 社區幹事 和區議員 或者我們 喂 第一個大將先 大家好 我是觀塘 我是文宇 我現在的照片 有很多棵樹 在山坡裡 其實就是 颱風之後 康文署 只是把一些 藍綠的樹 放在山坡裡 到現在 都只有擺戰 另一個 就是我們比較常見的 就是 布幕互相推薦 這一條橋 是屬於建築柱 這條路 是屬於 路正 究竟是 路正 成懷建築 他們幾個部門 如何拆光 去掃營 這小小的樹葉 都拆了我們 現在四個月 實境 今天還是這樣的 也是颱風之後 所以我們 其中一個工作 就是抓住部門 一起去 撿樹葉 好 下一個 我說老鼠 我過來阿信那邊 黃大仙的黎榮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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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大仙早前有 香港手中的 貿易肛炎傳人 老鼠傳人 其實情況是否有改善呢 雖然早前我們看到 局長也走下來區 說一輪旋風地做事 但這些照片 阿隊長 這隻很大隻貓 是 這隻老鼠 就在屋邨12月那時拍攝的 是 現在我們居民面對的問題 就是那些老鼠 就走了上樓 上樓之後 房署早前做不到 那些賭捷功夫 現在上樓 很多街坊求助 房署就愛莫能助 都幫不了手 不要說幫街坊捉 甚至乎怎樣支援他們 都是居民很旁忙的 所以其實這個問題 真的很希望政府要關注 另一方面 黃大仙另外一個問題出現 就是說我們看到 現在是一些很多私家樓的地段 店舖越開越多 菜檔 豬肉檔 他又不是開在街市裏面 就開在外面的馬路那裡 但是這檔呢 就搞到地下 就沾沾沾沾到死 那有時候 晚上洗完東西 污水就直接流到水渠那裡 事實上 都是很影響環境衛生台 很擾民的 謝謝 下一位 好 大家好 我是灣仔 我家俊 那其實呢 我想說一下 我們服務的灣仔區裡面 有不少這些私家街道 你看到呢 是有很多人去非法位置野料的問題 那其實呢 他審完一些紅豆 雖然政府都會一個禮拜 表明一個禮拜 會幫忙洗一次條街 但是呢 他洗一次的時候 人家已經每一天 就位了很多次 那所以你看到呢 除了有些垃圾之外呢 還有很多的爵士呢 是在那條私家街道裡面的 那我們希望呢 政府呢 可以正視一下 因為灣仔區呢 大部分都是私人樓 那後面的後巷呢 全部都是私家街來的 那希望這件事呢 可以正視一下 Hello 大家好 我是南區香港仔 黃竹坑的陳榮欣 那我們呢 想說一說 香港仔有條街 叫做十五間 正正就在南區區議會 民政署對面 但是這條街呢 就真的非常之吵架 包括有回收箱啦 老人院啦 也都有我們很多 就是我們這些兄弟說的 有很多單導飾物業的私家後巷 那這條街呢 垃圾不再說啦 那些環保箱就堆了些東西出來 還有呢 最重要的呢 就是早上呢 和晚上深夜時份呢 就很多糯米雞 就放了出來的 早上呢 那些居民呢 基本上呢 在巴士站呢 都是上不了車的 還有剛才我們都有一些兄弟說的 就是 其實我們那邊呢 還有一些菜單 原先一間 現在開了三四間了 霸佔了整條行人路 好 幫忙幫忙幫忙 幫忙幫忙 幫忙幫忙 好了 都很厲害的 其實都去看看 那我們的居民呢 原聲載道 我們很希望呢 政府可以帶頭做好些清潔啦 長遠來說 這是政策的問題 這裡真的非常厲害 導演院是行不到 上不到車 街坊都是等不到車的 好多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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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是葵青區的郭明麗 其實這裡呢 看到一個公園 其實呢 在石蔭路 我現在就遮住了石蔭路 其實很多的樹橫停 大家可能看不到些什麼 但原來呢 我對區裡面呢 在公園裡 你會發現 只是小小的花草 已經有三四個樹洞 我曾經在街坊時 你坐下來等一等 15分鐘 看到三隻老鼠 在不同的洞口出現 另外晚上走的時候 亦是另一個情況 就出現的 街坊說 你站在這裡 你先等一等 那發生什麼事呢 站了20分鐘 然後有兩隻老鼠就跑出來了 所以其實這個問題 都非常之嚴重 在我鼠環的問題 剛才有些兄姐姐妹也說過 例如上樓的問題 譬如有些家公跟我說我已經14樓了 基本上每個月 他試過在一個月中捉到5至6隻老鼠 在自己家裡 或者有些老鼠已經爬到20樓了 然後吃他們的東西已經上了神桌了 吃了一些蘋果 然後就說他睡著睡覺 聽到老鼠在喉館裡走來走去 好像跳舞一樣 開喝會、開派對 所以在我們區那邊 現在的選項問題都非常嚴重 我便帶隊了去做事 我可以交給下一位聽答案 各位大家好 我是觀塘區的曾榮輝 這幅相片是四順區 順利村、順庫村那邊 其實以前順利村、順庫村 清潔方面都獲獎了 但是自前面轉換了由房署直接管理 變成外販管理公司之後 就變成垃圾圍城 然後也惡臭不斷 我們曾經在一個區內 一個月試過幾宗報警 發現有煤氣洩漏 誰知道煤氣消防來到後 發現是垃圾的惡臭 可想而知問題很嚴重 所以都希望政府重視這件事 好 繼續交過去 大家好 我是屯門區的方順恩 屯門區很集中的衛生黑點 就是在我胸口 就是在蝴蝶村 因為老鼠、蚊幻、垃圾 還有一個大家剛才都沒有提過的問題 就是爵士問題 都發生在我們村 有些街坊都會說 很多時候我們投訴完之後 跟進了之後 其實有關部門 是沒有人下來看過 或者會燈我們 我們寫進去 他會說我會找人跟你跟 但是我們再去查的時候 其實都是沒有人跟的 所以都很想幾位大隊長幫幫忙 希望各位記者朋友 有時間 拿下來我們團隊看看情況 讓有關部門 關注我們現在的需要的事情 多謝各位 好 非常好 莊哲明 各位大家好 我是元朗區莊哲明 今天也非常高興 因為可以解決了我們元朗區 一直面對的暑馬問題 和白假問題 好有趣地 其實白假問題 其實全香港都發生著 我們在康民署的公園下 就發現了老鼠 就跟食環聯絡 食環就跟我們說 這裡是康民負責範圍 康民不會負責 食環不會負責的 他就跟康民署聯絡 康民署就跟我們說 撿老鼠是食環署負責的 簡單來說 政府不停推躺 我們發現 大家可以看到 那些綠豆到處都是 我們找食環署去 食環署就會說 其實我們派了督導員去清潔 但是從來都沒有出現過 老鼠在渠道出現 我們又跟食環署 食環署就跟我們說 是渠務署負責的 簡單來說 政府用不同的部門 推測這麼重要的問題 我們希望這次這個行動 絕對可以聯手 希望政府部門正視 現在社區發生的衛生特點 和衛生情況 多謝大家 好 非常好 這裡 各位大家好 我是洪南區議員林德成 今天我們也反映了 我們其實整個九龍城區 都有22個衛生核電 當中裡面 特別是我們洪漢區 是一個典型的舊區 所以很多的後巷 基本上來說都很經常 堆積垃圾 還有也有很多的垃圾車 擺放在我們這些 後巷的位置 嚴重影響到我們這個環境 經歷衛生和鼠環的問題 另外我們洪漢區 包括我們明安街也好 包括我們基地市南路也好 或者在我們曲街 很多時候 一些清潔的成本商 收集了一些垃圾 也都是隨處放在我們街邊 馬路旁邊 也都是經常性 很充實地下 也都引致到我們的鼠環非常嚴重 所以我們希望 我們有關當局09 就是幫忙 多點去跟進 增加人手 也都是去進行清潔的安排 謝謝 我是來自深水埗區 南昌東的陳龍傑 阿松隊長 各位大隊長 我要說回 我們區內深水埗區 非常之多的建築廢料 多成怎樣呢 我試過有一天 在400位派遇之內 可以找到超過36個 有建築廢料的地方 這裏也有其中一張照片 這裏是一個大水塔 一兩個成年人都搬不起來的 一個這麼大型的水塔 都可以放在街上 所以它還沒放在那裏 建築廢料執法上 又說環保處去執法 但其實在區議會文件裏 10月2018年的10月裏 超過96個次的巡查 但是他們發出勸譽信 也是發出了62張 而成功能夠檢控的 只是不將 看到是很軟弱無力的 那執法還執法 另外就說要處理 處理又要輪到路政署 路政署看到這些十幾米長 每個月有96噸的建築廢料 那怎樣處理呢 所以在這裏我們都很想 這幾個部門 能夠加強他跟進這個 建築廢料的情況 例如他做一些 加強一些科技上的監察 也加強巡查的時間 有一個力度 各位好 我是尤尖旺潘景王 這次我們有三個大隊長 帶領我們 尤尖旺有很多後巷 有很多飲食業 那些後巷有很多 有蚊環、鼠環 甚至尤尖旺有很多地區垃圾等 沒有人清理 希望接下來 靠我們三個大隊長的帶領 能夠滅鼠、滅蚊 還有滅建築廢料 能夠清潔一個美好的香港 好 Hello 大家好 我是中西區區議員開榮 我們中西區在街道 看到街道的垃圾桶 旁邊見到一包包的糯米雞 總稱糯米雞 其實就是那些 黑包包的垃圾 一座椰馬坎有些 就趁著椰馬坎 可能食環處那些 檢口蠢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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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蠢 我是來自東區的郭榮健 這次受我東區的議員 各自等等 一共我們有14個衛生黑店 主要由北國 真如衝到西方 西方蠢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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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別是一些街市 好像修紀灣的金華街 網紅街 很多那邊的居民 其實都日日的東西 都是跟老鼠差不多可以一起住 那麼誇張的情況 特別是一些新區的話 可能屋村 剛剛也有些兄弟姐妹都看過 亦都是受到野隔、野鳥的問題 他們的爵士等等 令到剛剛上午已經是清潔好的地方 很快已經是一地都是爵士 但是一直說會檢控他們 但是一直都未見到任何的一些行動 令到很多村內的居民 特別是屋村的問題 那麼野隔的問題 希望我們都要做多一些功夫 謝謝你 謝謝 一齊 一齊 兩位 一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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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各位傳媒朋友 我是坑口西的一號 我今天想提到一些香蕉垃圾站的問題 因為大家清楚知道 其實香蕉的範圍是比較大的 各個村各自有三、四個垃圾站 但其實每個垃圾站之中都存在 很多各個站都存在的問題 例如一些四年一路的問題 或者是一些家居費的問題 所以我們在食環署溝通的時候 其實我們面對很多困難 就是很多 涉及到食環署和其他部門的設施 很多時候食環署的同時 去清潔的時候 會將一些廢料、垃圾和匯盆 去其他地方 那個位置就不屬於食環署的範圍 那我們就面對可能是要對邪波組 或者建築處各方面的部門 所以我希望借這個機會去反映一個問題 就是大家多關注一些我們香蕉的情結問題 他撥過去然後找另一個 他撥過來的 他撥過來的 嘩 好厲害 不如他一起撥去哪裡 我們撥到水渠裡 就令到水渠如神 水渠裡也很難 又不是他撥 下一位 大家好 各位傳媒朋友 我是西貢區議員 我是溫啟明 剛才阿浩來那裏也補充少少 其實之前我們也有過行動 也是來立法會 我們自從實行四年一路之後 我們發現了 其實在街邊上多了很多 非法棄置的家庭電器 例如雪櫃 我們曾經有一天 一個枝頭組 就找一輛貨車隨意在街上搬 我們可以堆滿了一輛貨車 搬不完 但是我們那時把他運到來立法會 也希望我們的局長 黃錦昇先生可以接收 可惜當時他沒有走出來 也不願意去接收他做出來的這批垃圾 所以我們其實都強烈要求 包括我們在西貢區議會 其實都入過動議 希望他可以 除了解決這個四年一路的問題之外 也可以在一些 我們一直都知道的一些黑點裡面 可以安裝一些監察的消毒機 甚至進來多一些檢控 可以導致一些衛生的黑點 因為其實除了剛才大家說的 一些我們的電器問題之外 剛才阿浩倫都說過了 很多建築的垃圾 都堆在這裏 對這張垃圾之後 因為有些好像容器那樣的東西 會吐一些雨水 然後從而入蚊子 其他所有的問題 一直不停地發生 希望多個可以幫忙 另外我現在手上 就是那月的建築批物 就是說現在手上一張 就是一張老鼠的鼠環的圖片 所以我也在靠近 永順這一邊 其實就是在說 很大隻 很大隻 大過一隻貓的老鼠 其實貓看到牠已經很害怕了 是的 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老鼠比較大隻 其實我們都跟很多 無論是會玩 甚至一些管理處 街市管理組的同事 一直都希望清 但是我們發現一個問題 就是 無論我們怎樣清 老鼠好像翻山一樣 好像有幾條命 我跟貓一樣 那為什麼呢 原來關於我們 很多工作的街市 其實是沒有冷氣 甚至是一個冷氣不足 那其實街市管理的同事 都跟我們說 其實溫先生 就是沒有冷氣 老鼠始終都會不停地出來 所以其實 你沒有一個適合的溫度 去保存一些 甚至一些殘渣 食物殘渣 一些肉 相反 它始終是有些不要的位置 它放在旁邊而已 沒有冷氣 沒有適當溫泉 牛臭 其實很容易再吸引人 這些老鼠 還有 因為我們將軍澳的地理環境問題 其實旁邊有很多山坡 很多時候 那些老鼠 它的鬥不是在街市裡面 其實是在山那邊 即是晚上就跨越 晚上過來找食 所以其實部門在清老鼠那方面 除了教育大家怎樣去避免老鼠之外 其實真的有必要 我想說 不要每次都是治標 但是 你的本永遠不治的話 它一定是無效的 希望這一方面 今天我們機靈空 我們機靈法寶可以幫到手 謝謝各位 謝謝各位 大家好 我是中西區的劉天靜 我們中西區 其實一直都有很多不同的衛生問題 包括鼠環 包括我們包頭垃圾堆積 以及有建築廢料的一個問題 我手上拿著的這個位置 就是西螢盤的石棧里 裡面大家都可以從圖片那裡看到 其實這個石棧里是一條後巷來的 不時都有很多不同的垃圾堆積了 甚至是會有建築廢料 其實我們已經商約了部門好幾次 在半年之內是約了好幾次下來 但仍然解決不了問題 同時在石棧里旁邊 大家看到有一個污水流出的一個問題 但我們也要求政府做一個跨部門的合作 希望可以根治這個問題 但政府仍然解決不了這個問題 所以我希望政府可以聽到我們的訴求 希望他們可以除了各個部門 都幫忙清理一些衛生黑件之外 也都是去加強一些跨部門的合作 希望大家都可以改善到這個問題 謝謝 還有沒有說嗎 幾位大隊長 陳隊長 鄭隊長 剛剛聽到我們前面的兄弟說了這麼多問題 我想我們也要綜合一下 究竟問題出於哪裡 有剛才所說的雀訓問題 剛才有政府部門推裝的問題 有政府政策可能不完善 導致到隨街棄置的廢業問題 不過剛才沒有人說單車 單車比較少人說 然後還有一些 可能長遠一些過去的政策裡面的失誤 包括剛才那邊的垃圾桶 其實可能大家未必知道的 政府將一些垃圾桶 由大口仔換了小口仔 甚至在未來在街上的垃圾桶 也會相對減少數量也會減少 其實這些政策在某個程度上 是不是政府一廂情願呢 在我們社會的吞吐量 那方面是未能夠完全過渡的時候 就強行推推這些政策 反而會令到地區的衛生問題 更加會大的問題 更加出現更多法 嚴重了 所以我想我們民建聯 一定要集中精力 去就著剛才所綜合了的基點 可能一會鄭隊長也會再提 提出一些有效的建議 希望政府真的聽我們去說 千萬不要做到好像四千元那樣 好嗎 我早知道大家在地區幫人填 四千元填都很辛苦 都要抽時間上來 不好意思 民生無小事 四千元重要 但是地區衛生也重要的 謝謝大家 還有沒有特別的補充 好 我先說一說 剛才我們提了這麼多 就是包括這個部門推廣的部門 之所以會推來推去 我們才更加要建議 將這個全城清潔運動 行常化 因為行常化 它是跨部門的組織和跨部門的活動 那麼每個部門都擺出來 它就不能推來推去 這一個就是我們民建聯的建議 它真的完全要行常化 也都提了很多年 第二件事就是說 建築廢料堆到周圍都是 這個問題 即使我們怎樣投訴 都是沒有任何跟進 和有改善的跡象 所以我們要求部門 是要設立一個特別的職務隊 在各區裏面收到投訴 隨便處理 找人去幫忙巡查 查一下有沒有人亂扔 有扔的人 要立即要重複 這種做法 其實我們都跟政府說了很多次 依然是沒有改善 好了 它沒有改善之餘 又說想推去廢物徵費 廢物徵費 廢物徵費 你連建築廢料都搞不掉 你搞完廢物徵費 真是不良於行 所以希望政府做些好事給我們看 建立市民的信心 見到政府在施政上面 真是有能力 那你去推 大家就支持你 是嗎 好嗎 好了 我都簡單的補充 剛才說了四電一路 現在周圍都是跌倒 雪櫃 其實環保局 和食衛局 合得不是合相 建築物費料 也是環保局推行的 四電一路也是 現在建築物費料 垃圾精費也是 如果我們沒有信心 我們怎樣可以保證 你們不會把那些垃圾到處便宜 所以 就像Ben哥所說 一定要有一個 協助 大家開放一些 另外四電一路 也要再開放一些 不要只給一間回收商 給多幾間去做 這樣也有幫助 另外 我知道現在 雪櫃局 最近有沒有大家用洗街車 都叫少少新科技 都多了 這是我們一起爭取的 洗街車 都是好的東西 這些所謂高科技 應該多些去爭取 其實香港這麼現代化 用一些新的方法 不用減輕 現在清潔的朋友的壓力 大家都好 好 那我補充一點 剛才所說的新科技 不是很新的 人家用了30年 來到香港就以為很新 其實不是的 當然 我們希望政府 就以新科技三個節的理解 都要向公眾解釋 不過剛剛 兩位大隊長 都特別提到 為什麼香港的社會 有這麼多垃圾問題存在 市民會責任嗎? 市民當然有責任 因為我們都要提升市民的質素 希望他們不要亂拋垃圾 但是你都要變民 我看到四點一樓問題 廢料徵費 建築廢利徵費問題 大口仔細口仔 垃圾桶數量等等 四點一樓 其實都是政府政策衍生出來的問題 所以其實看起來 政府的責任真的不少 我們作為民建聯的清潔大隊 我想要和政府裏面多督促他 做好他的工作 舉報多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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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們法會裏面 繼續在不同的委員會 大會質詢 逼他做事好不好? 好 好 給點士氣好不好? 多謝各位 好 隊長 隊長 這次我們舉報了141個衛生一點 接下來我們這次是一個啟動禮 我們有跟進的 我們有跟進的 剛才說我分了四個小隊 下次我們又再報點檢查 看看有沒有減少 一定可以 一定增加 只要增加沒有減少 如果政府還是這種態度 我們做好我們的工作 我們做好 如果社會的環境衛生 如果政府還是這麼惡劣的話 那就不是我們了 是政府 政府抵打了 是不是 好了 我們繼續努力 好 另外 好 有沒有提問 如果傳媒 對 有沒有提問 另外如果想看的 可能找我們這些各自 我們都建議 今天我們是來自18區的 協定事會 其實各區都有特別的禮事 都希望全朋友 結束了這個協定會之後 都可以個別問我們這些 地區的朋友 跟進的個案 好 我們來 我們來